台飞于是冲突从5月9号事发当天到现在进入第13天 双方开始冷静进入平行调查阶段 台湾方面也逐渐有反省的声音 面对台湾的国安外交部门应对进退失据 前副总统吕秀莲点出一中原则台面化之后 台湾国际地位处境堪率 接下来台湾该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请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我们必须彻底检讨一中原则 这次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让大家知道一中原则是台湾前途的最大陷阱 严谨一该 前副总统吕秀莲点出台飞于是冲突问题核心 并批评马政府危机处理适当 不但慢三拍态度也忽悲忽抗 台湾从受害者变加害者形象 这让国际上对于事件真相物理砍花 这个马政府在危机处理的时候 事实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危机 我们台湾现在面临最大的处境 是外交越来越孤立 面对的冲击越来越大 我们外交部不要再松散了 去用展示军力突然遭致 这个国际宣传上的失败 那也等于是上当 你等于是上了中国的当 那这样的话 台湾如果跟中国拉在一起 更是让东协国家害怕 台飞冲突地点位于旅宋海峡 不仅东协时国担心台陆联合起来争夺南海利益 另外也牵扯美中南海角力 学者立委都很关心 台湾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重拾国际重视 面对台湾的外交孤立 及国际局势角力 四面环海的台湾海洋政策究竟在哪里 吕秀莲呼吁政府重视海洋立国 建议召开海洋国事会议 并考量立法和成立海洋部门的可能性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金娇张志轩 台湾台北财宝报道